余下有三位同事 謝偉俊、譚耀宗、最後是梁家傑 我知道梁剛才舉手 但是我想我剛才畫了一條線 我不辯論了 不辯論了 剛才我已經講了三位 如果再是這樣 我就不用他 不好意思 謝偉俊議員 譚耀宗 先很短的回應 兩分鐘 兩分鐘 先很短的回應 陳淑莊議員 當然不是說你沒有參加過會 就不可以講話 即使你剛才都講了五分鐘 不過就是你不可以說 當有代表參與會有討論過的時候 就當是沒有發生過 於是就說半夜三更發生突然的因事 那是不公道的原因而已 主席今次是一個很突然的事件 那時候已經用過 所謂有開債沒有生制那樣東西 有個氣頭上天下不回來的那樣東西 用到一個例子 就突然間一種新的毒蛇 我們未見過 咬了一口的話是沒有血清治療的 那是不是真的要再開會 要討論一下怎樣救才去救呢 現在是緊急救的 那這個情況下 當然今次事件 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討論的 我就覺得陳茂波議員 出於一片好心 又說要等了一個報告之後 才再決定 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陳茂波 你知道現在根本就是 唐邊殼要上岗上線玩東西 就這麼簡單 講完了 即如果你再要這樣講 沒有意思就很可能下去 即當我認為主席 是有些地方不對 要檢討 但今次我們現在這樣做法 是沒有意思的 就像我們遇到91事件之後 為什麼拉登 不是應該拉他海牙審 而是撞身海底 為什麼是海底不是海牙呢 因為就是特別事件 特別情況 今次這個是特別事件 我們現在92條是為什麼這樣用呢 因為沒有抗體 因為38條A 1A是沒有抗體的 因為那條A只是開門 就不會關門 而主席呢 我覺得他是犬如的 我覺得他是犬如的 他應該真的75次警告之後 75次黃牌都沒有一個紅牌 當然當然會有人玩東西 當然是沒完沒了 那他白武法子 他就要迫著他要92條 如果他夠膽一點 真是robust一點 做得公道一點 抓得正一點 應該早就趕了 但主席自己解釋過 因為很難抓 第一 第二就是每一次很鞭皮 剛才劉婚言覺得很對 如果你是有心不讓人趕 你是不會讓人趕到的 特別是這個主席的 所以你要知道明白 但主席應該發爛 他自己的牙齒 應該有皮的時候 他就沒有了 到時候呢 才找到92條 現在是什麼都很重非 我同意的 但是這個世界這樣 你做好人的話 就不會有好結果的 主席 譚耀宗議員 是